今次我们开始讨论一下有关住在水边的禁忌。 风水危机割脚水,大部分的人也喜欢住在有海景或光景的地方。 但是风景好不代表风水好,其中楼房住得太近水边或地基建在水中,就有机会犯了割脚水杀。 何为割脚水呢?简单的说就是楼房住得太过接近水边,而且中间没有任何建筑物,距离太近甚至地基直接建在水中。 楼房的地基受到水的不断冲击,根基运势飘荡。 楼房的地基像人的腿脚被此刀的水不断伤害,这些情况会影响到楼房中人的运势。 意象上腿脚被割伤,不当运势会出现血光之灾,这些海景及光景反成祸害。 所以在选择靠水边的楼房时,必须注意不能过分靠近水边。 楼房与水边中间最好有一些比较矮的建筑物作为前岸。 前岸可以保障了距离。 在风水上亦可收文窗之效。 如果,远有割脚水的情况,建议可选择迁往屋远中距离水边较远的楼房即可。 或住到楼房中的高层,减少影响力。 若情况适合,亦可以于住宅内靠水边之方位。 放置象征土属性的白白玉,或象征稳固的白玉大象。 以缺什么放什么的方法去化解。 当然,不住在割脚水屋才是最好的方法。 我们不妨细心留意。 一些割脚水屋远不当运时。 一个天灾暴风暴雨,便会引致意外。 轻则水掩停车场。 其中车辆受海水所侵。 随时报废。 此乃破财。 重则有人命伤害。 所以割脚水不可不拆。 请不吝点赞。